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是否已给予预兆 而大家不察觉 每次讲金融会客室或看市场时 市场波动大了 尤其是股市和汇市 这两个是主要集中的资产部署地区 例如投资外国是汇市 汇市移动已经有 不过这次大家不太为意 不是因为股市波动而令大家觉得有危险 而是汇市 所以感觉上不太危险 不知也有危险 如果大家看图片 便会发觉到美金慢慢摇上来 尤其是10月份 第一个星期也不精彩 别想着今天星期不精彩 先给大家看图片 这是汇市图 第一个是美元指数 第二个是欧元 第三个是日本指数 第一个是英镑 英镑是现在的情况 有一个问题 要告诉大家 既然说到10月份 大家要小心 当然大家会觉得 10月份第一个星期所 令到大家觉得有风险的就是 所以你会见到 所以你会见到 你会见到 但你又会见到 一件事 并不是只是10月开始跌 其实已经跌了几个月 但只是今次的跌 原先只是它跌 但今个星期开始不止它跌 大家一起跌 所以原来市场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以货币 不要说是否美国加息 或者欧洲经济是不好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以往经常告诉人 汇价下跌 代表钱走 对 那些钱正在走 走到哪 走到哪 走到美国 为何要走 这里有一个 大家会常常说即市策略 或计划一个危机 可能是连续性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最大差跌是何 你会发现途中 在汇价会突然出现错培 是何意思 可能无端有一天 就一起升 但本来是有差异 平常是美金升跌 但可能无端有一天 为何 大家要知道 其实汇价是其中一个中价 例如汇价下跌代表钱走 走到美金 一定是 平仓 平了磅 便买了美金 所以大家要知道 如果看一个相对较长 或正正是十月股灾 这种有趣的标题 大家要注意 不是看一天 而是看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会在十月份 或今星期开始 已经不断和大家说 是否有事发生 而且是一个转捏点 如果是 大家不要想着已经升了 可能还有 现在才开始 因为之后可以导致 虽然现在只是欧洲 但在经济相比之下 和股票的认售性和所谓的强弱 亚洲区股市坑称全世界的股市最弱 当然不算拉丁美洲 只是我们身边认识 因为一定是美国相对健全 因为股市历史内 欧洲更加 亚洲区不是 而且在统计上 美国和欧洲股市不质常 只看股价 过去30年甚至40年 战口一直升 没有跌价 只是升一块升一万五大价 欧洲股市其实正在高位 亚洲区没有一个是 最强的那是三分二 我们一比一都不到 这是回律 加上回律上是对的 所以既然我们在榜上看到这现象 是否应该值得大家今天去看一看 当然我不是今天告诉大家 今天有什么事发生 相信我下周四 不是这个问题 是我们已经闻到尾 我不希望大家以为是有事发生 第一个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所谓金融危机 一定是全球性而非个别性 另外一定是有源头 但源头当然大家很难估 这才是大问题 发生和会有多大危害 估到便没有灾 事实上市场已经出现重大波幅 这一定是一个警号 你不要理上周四还是周五跌了 113是否真价 还是118是真价 但起码大家计算 很少有这样的 你一个主要货币 动不是1% 其实1%也多 我们的保证金 稳固的都是5% 你一天都动10% 你说你大不大风险 你还不加钱 所以会市是有 大家也要知道 为何两边连动性会是连续性 而不是单一日 因为大家要知道 你一定是套住 例如买了美国股市 但又怕美元跌 可能有些套法 所以会导致有一个期限出现 所以上周的征兆 我觉得不是单一事件 如果今周不是这样走 例如上周的房子跌完 今周的房子上升 你便忘记了那件事 原来是做日落 你是持货 但你发现今周不是上周跌完 今周没事 原来你发现今周跟 而且你发现不是房子最弱 如果计算上周和今周的价格差异 但那时它的价格价格 dropped 但 кол回来是1.1.1.10 上周 были1.1.1.80 跌多了1.8点 日落又升10.4点 是否有什么出动 价格释泄到是否一样 大家认为英国退欧会有甚麽影响? 资金离开英国或不是金融中心 钱要离开 因为公投竟然决定离开 6月底下跌了1.5到最低1200点左右 今次开始点十月初刚穿1.3 现在跌了千多点 可以假设有资金从英国离开 我们在股市分析中会碰到一样东西 所有分析股票的人只会看自己的标准 很少会跨出它 除非开市收市 会否令到股市跌 我们今早早也会跌 但当入股市时会单看股价 你觉得后市有甚麽刺激到你想看好股票 所以大家都觉得股票要升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原来有钱离开 这个离开是因为它脱了欧 或认为有更加大事会发生 因为今次会发觉 会市跌得急于股市 以往所谓的股灾都会发觉 是股市跌得急于会市 所以为何我们说今次是全球化的影响 既然是这样 我又拿股市给大家看 股市大家看到的图 第一个是美国 第二个是欧洲的德国 第三个是日经 第四个是英国的富士指数 大家看到它的表现 谈到股市大家最关心 现在我们要注意什么 从9月份大家觉得每周都很精彩 大家怕美国加息 现在美国没有加息 但大家又要留意 如果谈到股票大家会有点紧张 现在股市给了第一个重要信号 最重要的是 你发觉美国股市是最好 它升的时间当然是买最强的买美国 如果跌的话 你猜谁会跌得惨一点 如果以往我们看到 那当然是弱的继续更弱 因为美国股市跌极 比较16000 你跌2000我跌2000 如果美国跌2000 其他跌2000是很大事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到 为何在量化宽松油开始 至于市场判断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其实开始走 你一定没有了高价 到现在反转 可能市已经去山腰 但仍然在山顶 由6月份已经跌了一锅 现在再跌85年历史低位 7月初我们还说 绑子跌到128 已经是19850的低位 三个月后 也是19850的低位 我想问大家知道 19850年的绑子是甚麽 不如现在开篇 大家看这部机会看到 所以大家容易看 19850年历史低位 试试 再前一点 再前一点 80是能看到 按最大 最大一定能看到 再前一点 再前一点 所以我说看最大最好 是个鸡 没错 所以跟大家玩这个游戏 这张图可以告诉我其中一个答案 这三个月都没什么 用宏观的角度来看 全球经济没得看微小 有其他影响因素 当时最低是1.05 现在仍是120 还可以跌 为何我们会觉得今周要加倍重视 上星期单跌可能只是英国问题 但今周一齐跌问题相差很远 第一次跌是突然 但今次跌应该是跌得比其他 但当大家看到榜这样跌之后 如果榜这样跌而其他东西肯跟 可以看1985年美金是什么价格 现在股市仍是相对较高的 但如果我们是亚洲地区的投资者 就要比美国人更加紧张 因为一是跌的话 我们会比大家慘 即是一看到跌 基本望就不用想走 因为根本没有赚过升 所以亚洲地区的我们 大家真的不要以为没有事发生 大家要知道如果是还原 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发生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理解 从金融海啸政府救了之后 大家会发现金融海啸没有过度 其实只是去了政府的债 亚洲地区 我们是在金融海啸后 正式有拿钱出来救市 不是那么多 只有日本 所以没有可能要 你又不救市 但你又不让它跌 所以告诉大家 就算国内有多有钱 大陆的股市也在山腰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现在市是没有事发生 尤其是上星期 股市走过这样的现况下 如果我们将这百分多 摆入股价 大家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看到榜跌了大约多少% 当1.3%下来 当下10% 如果现在恒生指数在23,000左右 跌了10% 如果真的跌了20,000多年 如果真的跌了20,000多年 当然我们也不是唯一受害者 可能有其他受害者更加多 可能日本也不会独善起身 现在有一件事 美金突然之间 今天星期零星星星 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为上星期公布西部 是不好的 昨天的数据也不好 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们现在看到市场 已经有了波动 是否真的好似你当我坏 就大家 但似乎有点味道 所以我建议大家 若果有些货位在手 未就得到 试想想有没有对冲方法 可以帮助自己 若果不然后面人家有钱赢 你只得过输 这很重要 在股灾 大家一定要知道 即使跌完之后 只要狠反走 可能追不回 越早反走越快 因为时间关系 不如先谈到这里 明天再谈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